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士鄭文貞 今天是1月23號星期二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昨天晚上的美股四大指數 持續在創高 非常非常強勢 持續在創下近期高點 包含說台子夜盤 小幅度的震盪小跌了28點左右 其實你去看 從上禮拜一直到昨天的台股 是非常的戲劇化 是不是 在上禮拜的上半周 其實很多人還擔心說 外資大幅度的賣超 怎麼辦 會不會說大幅度的反轉 但是其實你去想 我們在今年的年初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在今年的1月份 進入2024年的一開始 我就一直強調 在2024年 你不要去把它複雜化 你要去把它簡單化 你要有中心思想 你要去把行情簡單化 當時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2024年賺錢真的不難 但是前提是 你要知道2024年的主軸是什麼 2024年其實就很簡單 2024年它就是有機之潭 它就是主身段 它就是成長年 既然說2024是成長年 是主身段 是有機之潭 就代表說 只要說個股的獲利好 它早晚一定會反應 大盤或是說整個指數 它一定會有拉回 如果有拉回 對於這些好股票 它都會是買點 所以你去想 在上禮拜 是不是下跌的第一天 就公開告訴大家 就特別告訴大家 因為說你去看盤面結構 你就會知道 這個下跌 它主要都是因為ECFA的問題 主要都是ECFA的問題 所以對於電子股來講 這叫做超級買點 是不是 我們在上禮拜 就是這樣跟大家講 一直到昨天 一樣可以證明這件事 我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美股四大指數 以道琼來講 道琼非常的強 持續在創高 S&P500也是 包含像NASDAQ 昨天也持續在創高 費半指數 一模一樣 非常非常強勢 其實你去看台股 台股在應該說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 因為畢竟說 越來越接近農曆的封關 所以買盤一定會 越來越清淡 買盤會慢慢的往下遞減 這些都很正常 但是如果說 美股維持這麼強勢的格局 台股 它在封關過後 也就是農曆年後 它一定會跳功向上 所以我才說 其實說 這樣子的格局 你要買一定就是趁現在 好 那你再去看 台股在這兩天 大漲了600多點 足足漲了600多點 好 但是你去看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百花齊放喔 我們一直跟大家強調 有沒有 6505的台塑化 連漲都沒有漲 台化 昨天還在破底 南亞 昨天下跌 台塑 昨天還在破底 你去看 有沒有 昨天還在破底 那你去看大盤 大盤這麼強勢 兩天跳空上漲 台塑還在破底 浮帽 還在下跌 南方 相對也是疲弱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你去看 這就是細節 這就是對於盤面的觀察 你去看 在上禮拜 我們絕對是全市場唯一 唯一告訴大家 台股下跌真正原因是什麼 就是ECFA吧是不是 如果不是ECFA的問題 為什麼台股連續漲了600點 大漲了600點 紡織跟塑化類股 連動都不會動 是吧 所以其實 在今年的第一季 賺錢其實真的就像我們講的 你不要去把它複雜化 就掌握一個原則 2024不敗原則 真的就掌握這個原則 你一定賺得到 來我們這樣回來看台股 我這樣帶大家來看 其實說這個邏輯就是這樣 因為2024 它叫做成長年 它叫做成長年 因為說大家都知道 如果說科技股 它出現結構式的改變 它的獲利一定會延續至少兩年 至少兩年 那2024是第一年 你不要說2023是第一年 2023叫做無積之潭 我再強調一次 2023叫做由空轉多 叫做無積之潭 所以這個科技股的改變 它會從今年開始 這是第一年 第一年 一直到2025 它會持續向上去做成長 所以這個邏輯覺得是這樣 其實說歷史上出現這種科技股結構式的改變 不只一次了 距離我們最近的大概是在2013年左右 是在2013年當時這個PC跟MB的換基潮 當時出現這種結構式的改變 獲利也是成長了兩年 而且每年平均都是成長兩到三成 不是合計兩到三成 是每年都是兩到三成 那接著一直到2015年左右 2015年當時又有一次手機的換基潮 它也出現結構式的改變 出現結構式的改變 一樣是向上去成長兩年 那最近一次 就20年的嘛 20年的疫情 疫情連準會無限去撒鈔票 無限QE 一樣出現結構式的改變 一樣是連續兩年的成長 所以很多人會說 老實 你在月初所講的不敗原則 怎麼可能會這麼簡單 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2024的不敗原則 第一季你掌握這個原則 我不相信你賺不到錢 你一定賺得到 你只要用2024或2025年的數字 去看一檔股票的本益比 一定賺得到 低於20倍叫做便宜 所謂的便宜就是它有空間 低於15倍叫做買點 買下去就對了 那如果說真的有出現低於10倍的 閉著眼睛去買下去 很多人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會這麼簡單這麼好賺 其實它的邏輯 跟它的利益基點 就是建立在連續兩年成長 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如果說 好2024是第一年 2025是第二年 連續兩年成長的話 就代表說 它的本益比 一定不會往下掉 那既然不會往下掉 我們只要掌握這個原則 股價就一定會去做反應 所以大家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下右下角的QRコード 直接用手機掃描 你就可以直接加入 加入我們的Light 你去看 包含昨天漲停板 創歷史新高的川湖 川湖是不是 我們從1000元以下一路這樣公開預告 3036的文頁 我們從110元一路公開預告 2330的台積電 我們在上禮拜二 不誇張就上禮拜二 上禮拜二公開告訴大家 600塊以下閉著眼睛去買 600塊以下閉著眼睛買 講完隔一天 星期五就跳空上去 還有包含像是3017的奇紅 有沒有 當時跌了7% 告訴大家 接近300塊就是買電 昨天也是漲停板 所以大家 記得先加入我們的Light 就像我講的 你用手機 掃描下右下角的QR Code 兩個禮拜就好 你就看兩個禮拜 看我們早上8點半的盤前直播 直播解盤就現在 或是說看我們的YouTube頻道 看我們的Light的文章 就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你一定賺得到錢 你相信我你一定賺得到錢 不要跟我說兩天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在我們裡面的內容 你隨便挑一個平台去看 早上直播 下午的解盤 Light裡面的文章 你就挑一個平台去看 看兩禮拜 你一定可以賺到 好啦我們去看 你去看 2059船湖 你看喔 掌握這個原則 在第一季 賺錢真的比你想像的簡單 但是我再強調的是 這個數字是看2024到2025年 不是看2023 你在什麼手機APP網路上面看到的 都叫做2023 但是我在這裡告訴大家是2024 而未來的數字 而未來的數字 來你去看 2059船湖 有沒有 一路公開預告 一路跟大家強調 船湖它是做導軌 導軌有寡戰性 寡戰就代表毛利高 毛利高就代表本益比會更高 所以在2024 預估要賺45到50 45到50 1000元以下都很便宜 有沒有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要買就是1000元以下趕快買 它早晚會上籤 1月18號還特別提醒 即將要上籤特別去做留意 上禮拜五 有沒有 大漲了9% 真的來到了千元 1020塊錢 一直到昨天 一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1100元 創了歷史新高 是吧 所以你去看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因為說在2024年 它是成長年 成長年市場資金 一定會去反映個股的價值 昨天穿虎創歷史新高 通通都賺錢 不管你是買在什麼價位 什麼時間點 全部都賺錢 我們的會員賺錢 你看我們的節目 你也賺錢 大家都是賺錢 那你去看 川湖我們怎麼帶會員去買的 昨天是創歷史新高嘛 我們第一次是買在這裡 700塊 700塊上下 買在這裡 當時有公開講 一路這樣上去 那我在850到900 先獲利一半 剩下的一半當時我怎麼講 我要等到它上千 是不是真的上千 那我們一直在前一個禮拜五 再進場去加碼 往上拉 來我給大家看 就這裡 這個位置買第一次 獲利一半 買第二次 兩根漲停板 11月3號 11月3號有沒有 2059船湖 可以買進 就這個位置 11月3號 再來 1月12號 2059船湖 可以買進 這是我給會員的訊息 就這個位置 所以兩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一次獲利57% 第二次獲利20% 足足接近80% 所以這就是我講的 這才是做股票嘛 是不是 每天衝進衝出 怎麼會賺到錢 但是你去看 我們不要說其他的 就穿湖一檔 兩個月時間 兩個月的時間 第一筆不會賺57% 第二筆不會賺20% 合計80% 兩個月的時間 你的總資產增加80% 什麼樣的商品 可以達到這樣子的報酬 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說 這才是做股票 鎖定一檔股票 重值不重量 足足80% 好 我們再繼續來看 你去看 3036的文頁 有沒有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110元上下 這是一個買點 非常好的買點 為什麼 因為文業在2024預估要賺9到10 它如果說掉到110上下 它的本益比剩下大概是10倍到11倍 好 那我們這樣來看 2024的不敗原則 10倍到11倍要幹嘛 閉著眼睛去買嘛 15倍以下叫做買點 10倍以下叫做閉著眼睛買 有沒有 1月11號 還提醒大家 即將要起漲去做留意 1月11 前一個禮拜四而已 即將要起漲 110 有沒有 閉著眼睛的買點 就出現過一天 這個位置 就一路追蹤上來 132 小浮震盪持續看好 136 147 151 156 有沒有 創歷史新高 昨天 昨天再一根漲停板 創歷史新高 足足46% 從110 到156 足足46% 好 你說110 見到110做什麼動作 閉著眼睛買 所以你說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你就賺得到 那你看 以偽創來講 1月19號 上禮拜五漲停板 好 那你看 偽創在2024 預估要賺6到7 預估賺6到7 100元以下 本益比多少 14倍 14倍要做什麼動作 買點 昨天 再一根漲停板 最後來到117.5 所以你去看 太多的例子了 他都可以證明這件事 你只要照著 這個不敗原則去做 你一定賺得到錢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在這幾天 可能說盤勢會 成交量會越來越清淡 越來越清淡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是照這個不敗原則 我們在年前 先帶大家賺 年前的紅包 先帶大家賺年前的紅包 那同時間 我還會再帶你去佈局 第一季 整個第一季財報好的個股 那打電話進來 你說這個時間點不知道要怎麼去買 怎麼去做佈局 打電話進來詢問 那下半段我們一樣是告訴大家 在今天有什麼股票需要去做留意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期貨是平板上下 大概是小跌了1到2點左右 所以今天整體的行情 一樣是個股表現為主 所以我跟你說 其實很多人說 2024的不敗原則 它是不是每一段行情都適用 其實並不是 它只是用在連續兩年都成長 因為連續兩年都成長 就代表說 個股的獲利 它會逐年去向上成長 2024會比2023好 2025又會再比2024好 那逐年往上去做成長 會發生什麼事 本益比只會上修不會下降 那既然說只會上修不會下降 你就依照這個原則 20倍便宜 15倍買點 10倍以下閉著眼睛賣 賺錢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難在哪裡 難在你要知道 每一檔股票在2024到2025 它的預估獲利是多少 這才是最難的地方 那這就是我們最擅長的嘛 所以大家都可以 加入我們的Light去看 裡面都有 我們這樣快速再看一下 所以你去看 偽創 有沒有 本益比14倍 往上拉 甚至包含台積電 你都賺得到 真的不誇張 台積電你都賺得到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二 上禮拜二 是不是公開告訴大家 600塊以下是買點 只要你上禮拜二你有看我們的節目 早上的8點半盤前直播 你一定看得到 你一定買得到600塊以下 說為什麼我會知道600塊以下台積電可以買 因為台積電在2024 預估賺40塊 原本是預估賺38 但我覺得說以他目前的獲利來看 40沒問題 以40塊來講 台積電在600元以下本益比只有15倍 本益比不到15倍 要做什麼動作 買點嘛 是不是 600元以下叫做買點 跳空上去 3017的旗紅 不是也是一模一樣 當時我就跟大家講 300元以下很便宜 這個位置 本益比只有15到16倍 16倍上下 15到16倍做什麼動作 2024預估17到18 300元上下本益比16倍 買點嘛 是不是 1月8號 16倍 358 上禮拜四 一樣是告訴大家 空間都還有 一直到昨天 1月22號 漲停板 又是一根漲停板 來 3324雙紅 昨天早上才剛講 昨天早上才剛講完 昨天 接近漲停板 創歷史新高 6274的台藥 台藥 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講 120多塊錢 本益比只有13倍 13倍做什麼動作 買點 昨天 一樣跳空上去 所以其實你去看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不誇張吧 每一檔股票真的就是這樣 你說有哪一檔例外 沒有任何一檔例外 什麼雞蛋水餃股就不要說了 有價有量 股本夠大的股票 每一檔都符合這個原則 是不是 本益比在15倍以下 他就是買點 10倍以下 你就閉著眼睛去買 近期的強勢股 你全部都賺得到 所以如果說 你不知道有哪些股票 是15倍以下 是10倍以下 打電話進來 打電話進來 我直接帶你來買 或直接先加入 我們的Lighter詢問 近兩個禮拜 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er 我不相信你賺不到錢 好 我們直接來看 今天的一些 個股 來看現在 現在的期貨 大概是平盤 小漲了一點而已 平盤上下 平盤上下其實 就是以個股表現為主 我簡單帶大家看一下 你去看 以加權指數來講 很多人說 那二月份會怎麼走 過年過後回來 台股會怎麼樣 我跟你說 很簡單嘛 既然說你要看二月份 就來看月線 月線夠不夠漂亮 月線不錯吧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如果以月K的格局來講 一直到農曆年前 指數最好是不要漲了 指數最好不要漲了 因為說指數不漲的話 一月份的月K 它就會收一個很漂亮的下影線 而且還沒過高 那你去看這種線圖 在二月份 它就很有機會去拉長紅 但如果說一月份 指數再繼續往上漲 它就可能會壓縮到二月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保持這樣 保持現狀就是最好的狀態 所以加權指數 最好是不要再動了 就在這裡 在這裡橫盤整理 剩下的漲點留給二月 接下來就是以各國表現為主 那你去看 我們昨天才剛講 3017的奇紅 有沒有 昨天早上一大早才告訴大家 奇紅去做留意 是不是 3324的雙紅 它也會跟漲 兩檔全部都漲上來 你說為什麼昨天開盤前 我就會知道 就像我們講的 昨天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周線嘛 是不是 周線格局這麼漂亮 周線格局即將轉強 周線格局即將轉強 周線格局轉強 日線格局就是埋電 有沒有 這個位置是埋電 這個位置就是埋電 昨天才剛講 真的就噴兩根上去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2383的台光電 昨天漲上來 但是就像我講的 目前位階最低的 會是6274的台藥 因為台藥在2024年 預估是賺 8到9塊錢 8到9塊錢 本益比只有13到14倍 13到14倍要去做什麼動作 大家自己去想一下 所以有沒有 昨天跳空上去 這個空間都還有 那我們這樣來看 月K格局 多漂亮啊 小幅震盪一下即將在轉強 手滾在季軍線之上 周線格局 是不是 高檔橫盤整理 站上月軍線 跳空上去 這種空間都還有 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把握機會 因為說 我們在現在 就是在年前 我先帶你去賺紅包 賺完紅包之後 同時間會帶你去布局 第一季 財報好的股票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失去我們的Lighter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將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不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實施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看 既然不停 還是要 走 明告 為什麼 好 上回